这篇文章通过讲述春秋时期生包虚眼泪救国的故事 强调了泪水在适当的时候具有意义和价值 人类的眼泪不仅仅是情绪宣泄的表现 也可以成为化解困境和激发动力的工具 同时,文章也提醒我们在使用泪水时需要适度 过度的哭泣可能会带来反效果 借骨关筋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情感的表达和管理 用泪水化解压力和振奋心灵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 泪水在适当的时候具有意义和价值 可以成为化解困境和激发动力的工具 通过讲述春秋时期生包虚眼泪救国的故事 强调了人类的眼泪不仅仅是情绪宣泄的表现 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文章也提醒我们在使用泪水时需要适度 过度的哭泣可能会带来反效果 通过借骨关筋 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情感的表达和管理 用泪水化解压力和振奋心灵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英雄有泪这一观念的故事 阐述了哭泣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拯救局面 舒缓情绪的重要性 呼吁人们在掌握得当的情况下 合理利用眼泪 文中的声包须为什么会哭泣 他的哭泣对局面有什么影响 声包须哭泣是因为秦哀公没有立即答应出兵救楚 他对于楚国的绝望和无助感使得他不由自主地哭泣 他的哭泣最终感动了秦哀公 促使秦哀公答应出兵救楚 从而改变了局面 救了楚国 作者认为掌握得当的哭泣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作者认为掌握得当的哭泣能够起到舒缓情绪 拯救局面 振奋心灵的作用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哭泣可以成为前进的动力 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眼泪在人类社会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眼泪在人类社会中有着多种作用 比如在婴儿时期是一种交流工具 能够表达出饥饿 害怕 生病 疲惫等情绪 在成年人的社交场合中 哭泣可以表达出内心的情感和压抑 释放情绪 促进人际关系的沟通和交流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如生包序的哭泣 哭泣甚至可以改变局面 拯救整个国家 这篇文章最终呼吁人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和利用眼泪 这篇文章最终呼吁人们应该正确看待和利用眼泪 不要把哭泣视为软弱和无能的表现 而应该把眼泪看作一种具有意义的工具 正确地掌握利用它 舒缓情绪 拯救局面 振奋心灵 恍然大悟 因为突然明白了某件事情的真相 例句 我听完老师的解释后 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直错了 愁眉哭脸 形容一个人因为忧虑而皱起眉头 露出苦痛的表情 例句 他最近工作压力很大 总是愁眉哭脸的 一愁莫展 形容在处理问题时毫无头绪 无法想出办法 例句 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目前还是一愁莫展 哄堂大笑 形容众人一起发出的大笑声 声势浩大 例句 听到那个笑话 大家都哄堂大笑了 不堪重负 形容负荷过重 难以承受 例句 他最近工作太忙了 压力大的让他感到不堪重负